我对台湾的印象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东升台 来自于各种媒体 来自于各种文艺作品 还有些书籍 所以这些印象都是间接的印象 我期待着有直接的印象 能够去台湾进行参观 游览 观光 虽然没有到过台湾 这位帅气不雅于马英九的上海市长韩正 可是经常关心台湾的动态 这一次首度接受台湾媒体独家专访 由东森主播卢秀芳主持 畅谈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规划 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建设 韩正市长更是亲自带着卢秀芳 在世博会的模型前详细介绍 更期盼这一场国际盛会 能在两岸华人的共同努力下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为了这一场独家专访 东森新闻主播 让她的朋友接通电话全程听到 也掌握到歹徒跟这名女主播的对话 同时警方也透过这支接通的手机 精准定位 追踪歹徒顺利找到他们 展开追捕 不过在过程当中 歹徒开枪打伤了一名援警之后 自杀了 这名女主播也遭到榴弹波及 又脸颊受伤 还好 没有生命危险 明天的就是母亲节了 她就是遭到歹徒持枪挟持的女主播 因为长相甜美秀气 在四川某电视台拥有高人气 不过5号晚上 她单独在大型商场购物后 正要开车离开 歹徒持枪闯入车内 控制她的行动 当时女主播相当激紧 立刻按下手机的重播键 并且刻意在与歹徒的对话中 一再地提到 你的枪这样指着我 我都快不敢开车了 朋友赶紧报警处理 由于电话一直没有中断 警方借此全程掌握 女主播被挟持的路线 展开追捕行动 不过第一波警网拦下车子后 歹徒开枪 打伤了一名援警的手指 接着更多警力加入追捕的行列 歹徒眼见法网难逃 朝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 不过子弹穿过她的头部 又打中了女主播的右脸颊 所幸女主播在手术后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根据了解歹徒是四川人 有犯罪前科 挟持女主播的原因 应该是单纯为了抢劫 东森新闻苏日红梁伟勋 四川报导 什么没听错吧 崔竟然帮赵建民向法官求情 原来是为了听说他送的监鱼 到看守所给2630 贬家里面真的还有人性的 就是赵建民 现在贬家落难 会给陈水扁送去一饭一菜的 竟然是赵建民 我觉得贬家真的有幸 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女婿 真的 当年吴淑珍还骂人家说 看他没有不知道谁去问 曾经坐过牢的邱毅 分析牢里的人最渴望的 就是会见家人 和收到亲友送来的菜 说到这儿 他批评起贬家其他人 吴淑珍也不要那么假惺惺的 去写一些东西 托律师向社会公布 刷给陈水扁 我认为吴淑珍对陈水扁 我感觉 其实我这一点蛮同情陈水扁的 我觉得无情无义 当初咬出驸马爷 设内线炒股 没想到先后到看守所走一遭 为了一片鱼 邱毅不计前嫌待为求情 就不知道赵驸马能不能跟着 一笑敏恩仇 东西新闻林修臣志文台北报道 另一方面特征组 为了厘清二次金改弊案 那么今天也传唤了前财政部长林全 蔡美丽的弟弟蔡明杰 并且也借题在押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 马永成因为交代清楚没有积压的必要 裁定五十万交保限制住居 特征组大动作今天一口气传了三大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之一马永成在借题询问后 特征组认为没有积压的必要 因此向地方法院申请停止积压 以五十万元交保 马永成正式成为贬案获释的第八人 而首度被传唤的前财政部长林全 面对镜头一派轻松 日前立委邱毅爆料 林全不但曾经阻挡陈敏勋 接任大华证券的董座 还帮陈敏勋瞧到了101董座的位置 特征组今天特别请林全前往说明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蔡美丽的弟弟蔡明杰也接受了传唤 不过她只接受了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征讯 就快闪离开特征组 一般推测特征组很有可能 只是为了补齐市政再传蔡明杰 别案看似进入收网阶段 能否在这个礼拜征结大家都关心 东西为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同样也卷入这一次二次惊改毕案的 还包括了101董座陈敏勋 现在还有很多立委要求他下台 但主要是认为 他担任101董座这五年经营绩效 实在不怎么样 还有立委爆料说 月薪50万台币的陈敏勋 每次出国招商 坐的都是千万名车 住的是总统套房 出入还有随护跟前跟后 还有专人来打理造型 福利跟总统差不多好 戴着9500万的钻石项链 或是珠光宝器的常理不样像 101董事长陈敏勋 每次出现在镜头前 总是美丽加贵气 但却有101员工向立委爆料 陈敏勋不光是国内奢华 公裁出国还要比照总统级的享受 他每次去国外招商的时候 都要人家安排那种 老实来是那个白色家常型的 那住的换店都要比照总统 那那个规格之大 每次招商那个规模之大 都跟总统级一样 但陈敏勋傍晚发表书面声明 除了表示101今年睡前存益 已转为正职 业绩甚至逆势成长 同时也否认立委的指控 不过月领50万的陈敏勋 懂做生活的确挺不错 在101享有十平大的办公室 媲美一间小套房 也有60楼超高无敌景观 因为常需要接待外宾 中英文秘书各有一名 坐车是公司配的200万高级轿车 也因为是开发金开任的法人代表 依照金融机构负责人 必须聘请保镖的规定 陈敏勋也有专属的随护 虽然平常上班自己打理招牌包头 但是遇到公开亮相就有专属造型师赐后 因此头发可以盘上来 也可以放下长发显优雅 为了促销购物中心的精品 除了自家的秀必定同场 有时也要飞巴黎米兰看时装秀 做的当然是头等仓 至于亮相的一身华丽行头 当然也是厂商赞助 最美丽的董事长陈敏勋 也许因为行销的是精品 人也跟着奢华享受了待遇 献煞了平民百姓 董存新闻综合报道 101的内部就曾经质疑过 陈敏勋找熟识的金融人士 来当高阶主管 甚至很喜欢出国招商 还去杜拜飞到欧洲 不过101特别澄清 被点名的主管 因为不是任已经离职了 那么至于出国的争议 他们也解释 如果陈敏勋不走出去 怎么成功招到精品进驻 情意一流的陈敏勋 为了101奉献出他的荧物处理秀 不过这些努力还是备受考验 外界质疑 101严重亏损 101资本额245亿元 不到5年就亏了120亿将近一半 但101有话要说 不光是绩效 101内部也有声音传出 陈敏勋聘用一名金融出身 对百货完全不懂的流信副总 来管购物中心 是外行领导内行 他就是正常透过我们的董事会通过 进来之后不适用 在很快的时间可能一年时间 他也离开了 他也没有说因为说 不适用就姑息或是包庇 也有人质疑 陈敏勋常非欧洲 甚至去杜败招商 实在很爱出国 101极力灭火 但陈敏勋到底是美丽花瓶 还是行销高手 争议始终没有停息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同样引发争议的 还有姚立明的发言 因为之前他在节目上面爆料 说匾家在日本藏有300亿台币的资产 引发轩然大波 匾办随即就向台北地检署 来控告姚立明防害名誉 那么今天姚立明也接受地检署的传唤 面对镜头特别表示 300亿金额绝对没错 还希望阿匾可以查千账的 同意书来跟他对质 匾家到底藏了多少钱 名嘴姚立明在东森新闻节目上的 这句话引发轩然大波 这么大的天文数字 一说出口果然引起各方关注 就连匾办都决定 控告姚立明防害名誉 不过姚立明9号在接受 检方二读约谈时 表示一切都有凭有据 我所说的当然我有所本 因为我也有证人 他是英文诗文说的币值 而且我并没有说的是存款 我在媒体上一再说的是 拥有300亿的财产 不但有秘密线人 姚立明的消息来源 甚至还包括了日本交流协会 面对扁办的控诉 姚立明更表示 希望阿匾可以签查账授权书 来跟他对质 那其实他要证明是非常简单 他只要签署他家人的查账授权书 姚立明表示 匾家在日本的300亿 不是现金 而是各种资产 日本交流协会传出来的讯息 就是他的佐证 虽然面对镜头 姚立明不愿意说明 消息来源细节 但是他更表示 欢迎特征组约谈 早日厘清全案 东西伟系大选杨凯台北报导 至于另外一位 这个立委邱毅 他则是爆料 陈志忠最喜欢到日本 去住东京的大仓饭店 为什么选这家饭店呢 我们深入追查发现 原来他就在台北 这个美国大使馆的对面 而且呢 他因为有地形的优势 有很多出口 比一般的饭店还要安全隐秘 加上台湾游客和旅行团 几乎都不住这里 因此有很多政商名流 特别喜爱 像是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 还有艺人金城武 都是这里的常客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大仓饭店也是扁家人的最爱 会在日本东京京华区 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 五星级东京大仓饭店 旁边有美国大使馆 西班牙大使馆 首相官邸也在这里 加上一山市而定 饭店非常隐秘 深受政商名流喜爱 他原来是一三十二年玩暖区 他有很多出口 金城武特别爱住那边 金城武每次到日本 一定住大山饭店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最爱金城武了 一堆那种粉丝的门口堵他 但从来没堵到过 除了金城武 前总统李登辉 今年五月到日本 也住这里 除了隐秘性高以外 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很难看到台湾旅行团 或许还有这个原因 让点家人特别喜爱 台湾日本团 日本旅行团不住大仓饭店 所以你不 陈志宗第一个住大仓饭店 不会遇到 这个台湾旅行团 不会碰到 第二个 有很多的出口 可以让你出去 而不愿意察觉 大仓饭店是它一个 最好的掩护点 这是因为东京大仓饭店 有这么多项优势 让悄悄到日本的陈志宗 为了掩人耳目 大仓饭店自然成了首选 东方新闻 杨树鹏 杨树家记台北报导 陈水扁在台北看守所 28天了 对于自己会入狱 虽然心里还是认为 这是政治迫害 当然也不免 跟律师吐吐苦水 那么律师也特别透露 特征组明天 将会到北索 救训陈水扁 阿扁的律师 总是勤快地出现在 台北看守所 即使阿扁已经在 北索待了28天 对于会遭到 手牙禁见 还是觉得 一切是政治迫害 律师更透露 特征组在10号 会到北索救训阿扁 我们聊到 那个美丽岛事件 两个案子 有类似的地方 陈总统 他也认为 那就是在整我嘛 国民党所要消灭的 这个反对力量的 带罪羔羊 觉得自己被整了 除了向律师 大吐苦水外 还聊到过去的 丰功伟业 不希望支持者 忘了自己 对台湾的贡献 同时表示 第二本书 正式定名为 台湾独立之路 写了九万字的 他说他已经完成了 九万字都完成了 在这里 能够心平 然后又有很多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 这也就是他在 诗之后的所得 台湾独立之路 一共分为五章 包括第一章 死而后生 第二章 力争上游 第三章 高瞻援助 第四章 坚持原则 第五章 台湾前途 不难察觉阿扁 试图在台湾的民主发展上 替自己立个里程碑 而随着书的完成 阿扁对于会被长期积压 也正式向外界宣告 砍开了 东森新闻和江华 陈敏如 无财前 台北报道 随着陈水扁 可能被起诉的日子 越来越近 那么独派的停扁人士 动作也越来越多 有部分台湾独派的社团成员 今天下午到台北 看守所 要献花给陈水扁 而扁办明天晚上 也将会在北索前面 扮停扁祈福晚会 一连串的动作 就是要对检方施压 下方当罪屁 下方当罪屁 一束束鲜花 就摆在台北看守所前面 独派社团成员 想献花给被积压的陈水扁 却不得骑门而入 特征组传出 陈水扁可能很快就会被起诉 但独派人士誓言 他们会力挺阿扁到底 只要台湾存在 陈水扁就会存在 停扁人士的行动 一波接着一波 就在9号上午 黄庆林也带着大批原马 来到监察院 矛头直接对准特征组 而12晚上 扁办还将在台北看守所外头 号召停扁民众 点蜡烛帮阿扁祈福 类似这样的活动将不会停止 陈总统大概不晓得 我们在外头 为他祈福的事情 当然某一部分他会了解 某一部分不一定了解 所以说我们是为了台湾这个人权 来办理一些活动 沿岸扁家闭案起诉在即 陈水扁仍在看守所内 但外头的停扁活动显然越来越热闹 除了要让特征组检察官感受到写起诉书的压力之外 还要他们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停扁反复力量 董事室 彭海 陈明华台北报导 相较于被关进看守所的陈水扁 那么谢长廷呢他也沉寂很久了 现在是不是要拔剑再战了呢 由谢长廷主导的影子政府团队 将开始在广播电台主持新的代状节目 要透过媒体的影响力 伺机重返政坛 总统大选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谢长廷 从政坛转载媒体重拾主持棒 要在广播电台开新节目 头戴耳机 侃侃而谈 谢长廷看起来还是饱刀未老 谈起和他一路竞争的陈水扁 谢长廷是这样说的 有错就要接受审判 那对于马政府呢 谢长廷倒是释出善意 谢也是要准备的 他也要给马先生一个时间 对民进党路线提出质疑 对马政府反而说要多给些时间 谢长廷重新在空中发声 拔剑再战的意味浓厚